家中文化 今天微信的台灣地匯 有百年文化歷史 讓人民國台民安去學校齋 太平安喔 那你又怎麼會去接觸到家中文化 怎麼會加入家中文化 因為那時候在國中正值 在叛逆期的狀態 然後就是有許多朋友 他們都在外面廟會 因為小時候想要一個被保護的心理 然後就喜歡跟朋友成群接黨 於是朋友就找說要不要一起去廟會 可以去那邊認識更多陪 那其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覺得 家將感覺很酷很帥很威風 就是溫泉是另外一種感覺 而且聽說這是代表一種 就是像神靈的一種祭典的概念 對那時候就開始有興趣想要去接觸 那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自己喜歡運動 跳動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會想把家這樣融入街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就是主要是鐵士第五團 我們在做一個台灣文化推廣 這個精神理念 進行了半年之後呢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再做更深入的本土文化 去做取材 然後在舞蹈創作上面 對然後讓它有另外一個層次的展現這樣子 那時候想法是這樣 對於是就大家開會 然後最後決定說以八家將這個主題 那時候在國中 因為在國中 上了國中之後啊 就是小孩子的心理 就是 怕用Q 所以要找人保護 就有一批好朋友 這樣子造著這種概念 對 那時候想法也是這樣 然後很多朋友他們就開始在廟會 對 他們就已經在廟會 在開始學家將啊 或者跟著廟會在運作 但那個時間點之下 我也已經在學街舞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家將我也覺得很特別 很酷 對啊 但是也想要有一群朋友這樣子 大家混在一起 然後也可以得到保護那種感覺 然後因為廟會管得很嚴 那時候管得非常嚴 就是每天晚上都一定要去 對 沒去的話會被修理那種 對 真的喔 那時候真的是這樣 會被打啊 對啊 簡單一點是幫派的那種概念 真的 簡單來說真的就是像幫派 對啊 只是在廟會底下 但是 但是那種模式還是 還是幫派啊 講簡單一點 就是這樣 這樣子不算 對 因為黑幫跟這個又不一樣 對 對 對 就是沒有來訓練 或者是遲到 就會被修理這樣 那時候就變說 有這個規定 自己也不排斥 乾脆就每天都去了 就真的都每天去 然後每天去 就不自覺把所有位置都學下來 就這樣可能有八個角色 或十個角色的位置 就全部都學下來 對 我出生在高雄 我爸是故鄉就在屏東 後來我爸搬去高雄做事業 然後接著後來又搬回屏東這樣 出生在高雄 然後成長的時候 是九歲的時候都在屏東 一直到十七歲 然後來台北這樣 其實叛逆其實從 哇 我好像等於是從很小就開始了 差不多從七歲就一直 一直叛逆到 到上來台北啊 差不多到上來台北 十七歲之後 那時候還是會 對其實真正比較改變 最完全轉換是在退伍後 我差不多從八九歲那時候就會 最後翹架 然後就 就其實是住在隔壁的空房子 當然第一次翹架的時候 家裡人很擔心啊 但是一兩次之後 就開始變迷藍了 對 啊但是都還是會 想辦法把我把我抓回來 那時候愛玩 然後偷車 對 然後偷車被抓到 對 然後就被自己廟方的阿弟啊 出手這樣 對啊 啊那時候就不懂啊 就是 就是 翹架啊 跟朋友這樣子 在玩 翹架是自己有問題 翹架是為了一件事 就是因為要看他 對 對 其實他分開了 對 為了什麼事 去鬧人打架 就是 就是成兄鬥痕這樣啊 就是 蘇朗姆蘇爹的概念 國中那時候 哇 真的很愛打 每個禮拜都幾乎都一場這樣 哈哈哈哈 現在回頭來想像 你這段青春歲月 為什麼會沒有往那邊走 嗯 其實你看你現在是有成就的 嗯 其實 一方面是 一方面是 不想要讓家裡的人失望 第二方面是因為 來台北就是想要學跳舞 操著自己 想要興趣走 對 然後 第三方面是希望可以靠跳舞 養活自己 所以 最大改變 就是 就是 決定要來台北 那時候 對因為我如果 有距離待屏東 那就真的 就去了 對 對 就直接再見了 是什麼原因 什麼機緣 讓你覺得說 到來台北 因為真的太喜歡跳舞了 然後在 鄉下地方 又沒有資源 那想說 如果要去高雄的話 不如直接就殺台北吧 就這樣 都沒有想過要回家嗎 有 其實剛上來第十天 就想要回去了 就真的跑回去了 但是跑回去 一兩天之後 我發現不對 我回來 我覺得我真的是 會被被笑 我現在不能讓大家知道 我要回來 不行 不行 然後我就 就坐了車又回去台北 就這樣子 因為資訊沒有那麼發達 那 我跟人家口述的狀態 就是說 誰說可以一起去台北 然後 聽說台北怎麼樣怎麼樣 多好 學跳舞環境比較好 還沒出發前 問我的時候 我會這樣回答他 像剛剛那樣子 對 然後在別人 聽到的時候 朋友會覺得說 你北七喔 聽人家說好 你就要去 就很北七的想法 就對了 但是 那時候就不管他 就是 我每一件播 先去看再說 那時候想不可以這樣子 對 上來之後 發現 不對勁 如果 如果就這樣回去 真的就是變北七了 然後我寧可帶在這裡 所以你是為了跳舞來台北 跳舞的那一個資源 跟那個人是怎麼 怎麼去銜接 那時候來的時候 開始認識 朋友 就是 可能工作一段 一兩個月之後 聽說誰有在跳舞 就開始認識這附近的人了 然後 聽說誰有在跳舞 然後主動認識他 然後他就跟我說 哪裡哪裡有跳舞 然後就跟著去 所以那時候就是可能利用 上班放假的時間 或是配合他們 什麼時候約練習 然後就那一天放假這樣子 然後就跟著去 對 在我18歲那時候 找到一個團 一個社區 一個那種地下室的社區 在谷亭 谷亭 他就在中正橋下 就是下去不是重慶南路嗎 從永和下去 重慶南路嗎 然後 然後 他這裡有一個自強市場 他是一個地方的社區 然後 那時候有一群人在這裡練舞 那我是在網路上 奇摩家族找到 然後就去認識他們 然後接著就在那邊練 練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這裡就很開放自由 就是一個 有靜止冷氣的地方 場地的地方 那大家想要怎麼運用都可以 於是我就在那裡提議說 欸來組團這樣子 然後就幾個朋友組團 然後就開始有 團體這件事情 為什麼叫鐵師弟 是有四個人嗎 對一開始是有四個人 然後後來加入那個姿勵 女生 你一直很渴望 很有實力感的 要讓台灣文化 自己被看見或什麼 這些東西都有關係嗎 跟你去一趟美國 這個有關係嗎 有 其實去美國那時候 我就真的真的感受到 因為 亂了一圈去 LA 芝加哥 紐約 那他們其實每個地區的文化 有點不同 每一個地方 他們所形成的 那個創造的文化又不同 就是我發現他們 把他們自己的文化發展得非常好 回來台灣的時候 一開始我也是沒有這些想法 差不多過兩三年 有一天我 我想要多賺點錢 我想說那我就去對岸好 比較快 就這樣要離開台灣前幾個月 我就想說 好那我是不是能夠為自己台灣做一點什麼 自己的徒弟 在 2016年 對 2016年的5月 那時候已經決定 要對岸 那當時呢 那當時呢 偶尼 家倫 蘇瑞 我 我們四個 然後就在星巴克開會 我跟他們說 我現在想說來做一個這樣子的作品 然後我們來 我們來做一個台語嘻哈 那這種 他這種講比較大方向一點 可能 就是人家所說的台灣文化 或者是台灣本土味的這種概念 對 那他們聽了也覺得 不錯喔 好像蠻酷的 不然試看看 反正 他們其實也 也認同這件事情 但是 還沒有實際操作過 或者是有嘗試類似的 好 那接著我們就開始約團練 約約約 然後接著就去比賽 作品好 一定要舞台 就去參加捷運杯 然後參加捷運杯的時候 一開始要上去跳之前 也是很擔心 人家會不會覺得 天啊 他們好台 台課真的 就怕跳一跳都沒學生 這樣 對啊 天啊老師怎麼那麼台這樣 對那時候 上台前也會這樣想 所以我們那時候 上台前的時候 自己也會很擔心 但是上去跳 跳完一下台的時候 馬上有朋友跑過來 就哇賽 你們超屌 你們好狂喔 對然後那時候 我在跳的時候 我只是覺得很快樂 但是很緊張 因為沒有這樣做過 但是我覺得還蠻快樂的 那些創作靈感師 邀怪村其實很簡單 我一開始就是想要 把 把高雄跟台北的兒童街舞合體 然後拍一支作品 對 然後那時候想把 最最最開始就想說 欸 讓大家看見台灣小孩 也沒有想說要紅要幹嘛 就這麼簡單 就是想要 我們好好弄一支作品 剛好妖怪村 適合兒童街舞 然後又有這樣的音樂主題 那就把它策劃起來 然後大家去拍 對 那在策劃過程當中就想說 欸能不能透過這個方式 讓人家更知道台灣的一些 觀光景點 對 啊 為什麼會講這個是因為 我有去深刻的去問 問說為什麼當初會有妖怪村 其實是那一個發源人 他想要重現當年日劇時代的時候 對 他骨子裡就是台灣鬼 但是 因為那個時候這時代的狀態下 所以他就覺得 好 那我來蓋一個東西是重現 當年他喜歡這樣子一個回憶 然後他蓋起來的時候 居民就覺得說 欸你這個很像妖怪村 結果他就順勢把編妖怪村 其實就這麼簡單 對 然後就開始紅了 然後大家開始來進駐什麼 然後一直發展 為什麼想證明給爸爸看 因為 沒有太多方式可以孝順他 講簡單一點 因為 除了社會都在外邊工作 那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 去感動他 那 爸爸是什麼時候過生 五十多歲的時候 五十八吧 對 你有 在他臨終的時候 你有在生老嗎 有 你對他有遺憾嗎 有 這也要再三個呼吸 等我一下 遺憾 遺憾就是沒有辦法讓他親眼看到 或去老婆生小孩 沒有辦法讓他親眼看到我成家立業的樣子 有 有一次我撬家撬太久 然後那時候我爸就是透過我的朋友找到我 那一次我就是在一個國小門口 等我朋友來接我 結果呢我那個朋友沒出現 反而出現的是我爸 那時候已經撬家撬很久 所以我爸不知道怎麼找到 對 他就是透過我朋友找到 然後 後來我爸出現 他就說一句話 他就說 他就說 爸 爸的希望你得到家 我做一個比喻 就是 現代的人 會去找一百年前發生的事情 會去找那些歷史 但也在未來的一百年後 我希望到時候的人 能夠來找現在的鐵絲滴 對 然後進而發現鐵絲滴 這時候在做的這些事情之後 知道原來以前還有這些根源 對 我要做的是這個 我就是一直在 進行這東西 他對我來講 他就是一種傳承 台灣文化的傳承 你覺得你是一個什麼 神經病 我承認 我承認 真的 本來就是神經病 就像愛迪生還沒發明 電燈泡以前 也是神經病 有些東西沒辦法解釋 有些東西沒辦法解釋 只能行動